幼儿吃东西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这年头过敏的孩子很多 而牛奶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过敏食物 很多人喝了牛奶拉肚子会过敏 但是在这个坊间有一种观念 认为喝牛奶会过敏的话 可以换喝养奶 觉得养奶比较不会过敏 但是医生不是这样说的 医生表示从医学上来看 牛奶跟养奶导致过敏的化学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喝牛奶会过敏的话 喝养奶照样过敏 养奶一箱接一箱准备宅配送货 台湾人爱喝养奶光是一个早上 台北市新北市就要送出3000瓶 很多人喜欢吃早餐搭配牛奶 不过现在有不少家常怕孩子喝牛奶会过敏 就以养奶来代替 养奶我知道它性比较温 比较温和 应该有听闻说养奶就是对过敏体质有帮助 感觉好像喝养奶好像比较好的样子 可是喝养奶真的不会过敏吗 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指出牛奶和养奶 组成的化学结构是相同的 喝牛奶会过敏的孩子喝养奶一样会过敏 不管是牛奶还是养奶 它的主要的结构还是蛋白质 所以我们身体对一些比较大分子的蛋白质 都可能产生过敏 建议可以改成水减奶粉 避免过敏除了改水减值奶粉之外 也可以食用预防 像是有维生素C的巴辣木瓜 或有解皮素的洋葱花椰菜 或是儿茶素的苹果蔓越莓 包括有莓的紫菜芹菜 这些多多摄取 让小朋友别被过敏产生 这有林伟阿布斯西台北财富报道